大家好 又见面了 昨天本来去的是长沙的千龙湖 准备到那里钓一场连庸 结果由于退水 四周的水大概都是一米多深 我觉得不是太合适 我们就今天到了这个花明楼的黄泊洞 这里是开放的钓连庸的地方 我们去问一下老板 这里该怎么钓 老板 老板这怎么钓鱼啊 登顺老师 很高兴啊 人都我这里来钓鱼啊 你这不是听说开放的吗 刚开放几天嘛 开放钓什么鱼主要是 前面是刚开放的 以前是钓个小杂鱼 现在主要钓连庸 钓连庸怎么收费啊 以前这几天是460小时 460小时 要不我一个钓一下460小时 太老了 哈哈 免费钓了 不不免费 免费钓我发挥不好啊 这个我还算正常的 多少钱钓多少时间钓一钓 留下留情了 啊哈哈哈哈 所有留情 所有留情 哎呀 这土狗子养的不错 好多土狗子 这土狗子都是你的 啊对 哎呦 我4年钟起来 还有比我更早的呀 师傅 你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就来了 昨天就来了 钓的钓挺好的吧 不行我看你来的好几个鱼呢 来好大了两个 4倍三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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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 这6倍三咔嚓 哈哈哈 这鱼大 你这线子小了 8倍6了 现在改成8倍6了 现在改成8倍6了 那你肯定马上上30斤的 注意啊 哈哈哈哈 哦 钓的很牛 你看这鱼好大了 开一下耳 新版塑料链当开啊 120了400万的水 哎呦 你看那个翘仔在里面搞的 心里慌得不得了 这里还有好多翘仔啊 今天由于这个钓位 有点高啊 因为这个太多了 不好搭 有点高的话 钓链用最大的特点 就是容易切线 或者拔河 所以这个要注意一点 我今天用的是 6米3的千串链 6倍4的主线 5号新版东 开始了第一竿 10竿之类如果有信号 这老板估计就 心情不太好了 今天压力有点大了 我也发挥好 你看这还没开始了 对面呢 多少人在来看着 别人都要见证我怎么盘老板 要见证一次 那我要盘好 这 我也盘狠了 老板要疼 我也不盘好 这钓友了 到时候说水 不咋地怎么办 刚开始就是抽 把鱼抽过来 抽过来就好办 刘家龙啊 刘家龙老板已经掉掉 晕掉了 我以后再去不成了 我就不知道这个老板会不会晕掉 哎呀 完了 什么响啊 把我吓一跳 大哥稳住啊 大哥 稳住 隔壁钓上来已经10斤了 我这子慌得很啊 但是我感觉我现在屋子里面有鱼了 飘得晃 嗯 来 泡过来 离我这浮飘的大概还有一米 小鱼 现在这不是莲蓉 有河 又抱一根 竿子又抱了 这钓莲蓉蓉啊 这竿子要求挺高的 这个不是太结实的竿子 钓莲蓉蓉 真的 有着挺烦的 心里 第一位 我每次叫第一位都是一个奇怪一点 它都是往下一点之后往上一送 感觉不老我靠啊 不会我活吧 好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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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这这 哎呦我活了吧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哎呀 终于是真口呀 哎 我新品种 这什么鱼啊 鲤鱼 哇 鲤鱼还是鲤鱼啊 哇 这真是新品种啊 这 钓莲蓉 钓的这个一个 这 那也不能让你走了 现在这个耳鱼 出了假鱼 没钓到 其他都钓到 我现在这么大动作 怎么可能打不动鱼 这 你看这 哇 这不会又是敲嘴吧 哎呀 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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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尾正是鱼 莲蓉 到手了 第一尾 现在反正钓了差不多半小时钓第一条鱼 老板心里想反正400块钱嘛 你钓一条鱼 他又不是喂 他在那还跟我开玩笑 我不知道 我一会儿要是连肝的 他会不会开玩笑 挂我搞 这个人 这 他不是好好吃 他的泡泡是莲蓉 但他并不好好吃 毛重啊 莲子泡泡都是莲蓉 但是他不好好吃 都是小的 而且 他只是看了一眼 白脸 那这 哎呀 宽 哎呀 又是一个白脸 他一步用力 就直接把他拉出水来 鱼不大 劲蛮大 感觉这个鱼啊 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而且他有点高 所以我现在决定把他掉显一点 那时候把老板盘死啊 好 把这个老板饮肉多 好 好 他老板 他老板肉多不怕烦 这边的粉丝好烦 你知道为什么好烦吗 这个本来我就早上没吃 他们在后面缩了个粉丝 声音缩的好大 越缩我肚子越饿 这水才把杆子扎毡 这水才把杆子扎的 是个白的哟 这是啥原因呢 这哪个丢的 是突然冒上来的 怎么冒个热上的呢 谁在下面喝了个狗乐呀 真辛苦是大白天 在晚上吓死人 先看他穿衣服 先看他穿的什么 又是个白衣服 你说烦不烦 他就超了个紫线 那上面那个紫线 这又是个鬼 震嘴吧 这是这 可惜的衣服不对呀 这的 这什么新品种啊 草鱼 新品种啊 这草鱼 这莲鱼啊 今天是鲤鱼 草鱼 鲫鱼什么莲鱼 都吊着 哎呀 哎呦 这 钓个草鱼 你看这真是 这个鱼要点水平啊 真要点水平 不好钓这个鱼 这个鱼可不是一般的人盆得了吗 连续两个黑瓢都空了 现在换那个新位置啊 感觉这里面像大水面 还钓的好一些 重新抽窝子 哎呀 眼砸了 哎呀 哎呀 这换位置的第一位 这么大一个 便宜 你这这这这这 我太嫌弃了 郑老师 哎 没机房 我还在努力啊 我还在挣扎 盘不了了啊 盘不了吗 现在有可能的一条回本的 我也没见过这么嚣张的老板 我再钓石干 钓不到我就受了 我就被他盘了三两 嘿嘿嘿嘿 呃 真的了 呃 那不 我让我继续盘一下去吗 我也不要 哎呀 这上不来 关键事 哎呀 这上不来 这 这 哎呀呀呀呀呀呀 哦 是草标 我的天 草鱼的最回草的就是草子献 知道吧 关键今天没点用啊 上草鱼已经三个了 这看着明天 是不是要改行 盘个草鱼呢 我回去再写一个钓鱼日记 草鱼是怎样盘的 嘿嘿嘿嘿嘿 什么品种 这个有点大 哎呀 这个有点大 哎呀 这个真要爆肝的吧 是 会不会这一条就搞回来一般呢 是吧 一条就搞两百豆回来 又是草鱼啊 不是吧 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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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是眼睛 乖不得这么大劲 他就是在下面看那一眼 操操操子献操子献 不不止啊 这才卖多少钱的一斤呢 好了 那不七七七十个豆啊 哇 这样搞不好 好像盼的回来了 这样子可以吧 这不盼回来了 又是个白莲 下面再是大头是吧 那一会儿就掉丝鱼 眼砸来了 别扯了 补吾掉了 你的时间没完啊 我完了 我完了算了 我感觉后面越来越难掉了 我提前结束啊 掉了多少 十几条 平均有五斤一条没有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啊 可能还不止六十斤 还不止 这也不止 所以说 掉了三个草鱼 改天再战 我感觉老板觉得这个可能像持平那样 我觉得我是肯定是没盘成 这个盘的不太爽 老板这个是一个上一支 我们不一样